2018年6月28日 美国著名华裔体操教练乔梁 正式出任中国体操队女队主教练 乔梁曾代表中国队 参加1990年亚语会 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退以后前往美国执教 为美国女子体操队 培养了多位奥运冠军 被美国体育界誉为男板狼平 如今从接过中国体操队聘输的那一刻起 年过半百的桥梁正式宣告回归祖国 他说中美两国之间需要体育交流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我真心想为中国的体操出把力 培养新的奥运冠军 是我回中国执教的初衷 遵守此后 安我们期待给你 我们戴马尾 队